此地说菩萨随于怨欲 这个欲是欲望 世间人家欲望 佛菩萨有没有欲望呢 佛菩萨没有 佛菩萨只是希望帮助苦难众生 这就是菩萨的孕育 他没有自己 欲助刹中 印尸出现 众生有感 菩萨就有印 感应到脚啊 出现在这个世间 成等正求 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到这个世间来 世间成佛 用佛的身份 出现在世间 教化中生没有障碍啊 举一条 你 世间成佛都没有障碍 何况其他呢 其他统统包括了 像这个法华经 普门评里面讲的三十二印 这是把种种世间归纳为三十二种 任何一种都能实现 得他自在啊 我们今天 修学程度 到不到这个位置 但是 有类似等流 跟他相等的 相同的 这种事情 只要有这么一个愿望 不要利益自己 这是 成圣成贤 成佛成祖 心音觉点 第一个条件 大臣教里面 告诉我们的四十真相 整个宇宙 跟自己是一体 这个观念 中国古人有 老子道德经常讲过 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 你看 跟华严经常讲的 是不是一样 只是我们 对中国古人讲 没有透支 都没有讲清楚 我们只认为 那是一种理想 非常高尚的一个理想 多了佛经才晓得 都不是连着四十 知道这个四十真相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自自然然 就把自私自利放下了 齐心动念 都是为一切苦难中生 那么你想想 我们将来会到哪里去 这是什么念头 这是佛菩萨的 愿意 你跟佛菩萨 同心同德 同愿同行 你将到哪里去 我一类聚 自自然然 到哪里去了 所以这是 孕萨自在 我一类聚 我一类聚 我一类聚